近幾年隨著香港環境改變,加拿大在2021年推出香港人救生艇計劃, 除了幫助身處鄰居的香港人,同時都為加拿大自己真正的搶人才計劃開路。 過去香港人申請加拿大工作簽證和學生簽證,人數各自是1000至1500人左右的範圍。 尤其工作簽證,大部分都是要你有僱主擔保,例如LMIA計劃,難度很高。 直到2021年公布開放式工作簽證,也就是之後講的OWP,另外加上狗身艇,也就是所謂的Stream A,Stream B, 可以令多數香港人在一兩年內取得永久居民身份,情況就大為改變。 關於正A,B,早兩年已經太多人解釋過了,我就不重複細節了,主要是A讀書,B工作, 行B就要五年內畢業,完成後就可以申請PR。 圖中見到2021年的工作簽證批核數,一口氣由不足1000,標升至10000, 而學生簽證也升接近三倍。 數字上,單繼2021年和2022年已經批出超過34000份加拿大簽證, 超出過去10年的總數,我想15年都有可能。 而圖中的紅線是永久居民的批核數目, 預計隨著即將完成Stream A,B時間的香港人, 批出的永久居民身份在2023到2025年應該每年都會超過10000。 當然在加拿大未來幾年計劃搶一百幾十萬勞動力來說, 不算得上是甚麼數字,但對於豆潤的香港來說,這個數字已經很誇張。 今年2023年2月6日,移民部長Sean Faisal在安大陸省 和協助港人移民的機構加和,發布最新港人移民政策。 主要是OWP申請期限延長兩年,同時放寬資格由5年延伸到10年內畢業都可以。 很多人表示失望,因為現階段對OWP的任何改動已經無關Stream B的資格。 因為Stream B的要求是申請時仍然是5年內畢業。 自此,2016至2017年的苦主依然未見到曙光。 這個稍後再說,OWP在2021年推出, 理論上2016年至2022年畢業的學生都可以申請。 那今次公布的受惠者有什麼人呢? 最直接就是今年2023和之後2024畢業的學生。 勉強都可以計算是2025年1月畢業的。 留意不只是說大學,只是其他學歷需要做多一個叫ECA的教育認證程序。 給錢申請就多數搞得好。 這批學生本來在2023年2月就再申請不到OWP。 而民部長今次就將期限推遲兩年。 所以畢業時還可以申請到OWP,再緊接Stream B在2026年的期限。 剛剛說到現場畢業要求到10年內都可以。 即是說2013、14、15的畢業生, 再包括在2021年的時候沒有去申請OWP的2021年畢業生都可以申請。 這批算是間接受惠, 因為雖然可以用OWP去加拿大工作, 但依然不符合Stream B的申請資格, 變成只可以行Express Entry計分制, 或者是PNP省提名計劃等等, 難度是高了很多。 有關Express Entry的計分方法, 建議可以看一下屎仔IG, 它有列出幾種不同的計分方法, 自己可以再計一計。 那2013至2016畢業生, 不就得OWP無所用? 那又不是的, EmmaDaily和王國維律師提供了一種方法, 就是報讀加拿大的online diploma, 同時在香港繼續賺錢, 讀完用OWP去加拿大, 一年後再申請Stream B, 這個方法節省了Stream A的生活成本 和香港人工的opportunity cost。 YouTube下面有條link提供詳細做法, 有需要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本身正在閒Stream A的畢業生, 都可以申請OWP, 一來有些保險只要認OWP, 不認SP, 但綠色那間好像是兩樣都不認, 頂! 二來是不用到時畢業的時候 再搞畢業工作簽證PGWP, 反正境內申請OWP是不用錢的。 同理,因為不再需要PGWP, 現在OWP合資格的申請者, 可以報讀大部分的DLIC校, 為什麼?便宜很多啊? 當然我不熟加拿大公司立學校的行政差異, 只是多個方法, 理論上要行Stream A的人, 大部分都已經決定了, 所以有沒有人會因為便宜些, 才決定去不去讀書呢? 都是一個疑問來的。 至於1617虎主, 暫時都是沒有解, 建議可以先在2023年3月7日, 跟隨HKPWP, Stream B Alliance, 去Ottawa IRCC遞交請願信, 之後再作打算。 TG有個500人左右的1617虎主聯盟, 請自行搜索。 接下來我會實測一下, Stream A 人士在加拿大境內申請OWP的程序, 只在留個紀錄。 第一步當然是回到IRCC的Portal, 然後就會見到第一版的Personal Checklist, 因為沒有Personal Reference Code, 就選回I don't have any personal reference code, 就可以了, 然後就選下面這個按鈕, 都是一些很簡單的, 見到Word Permit就選進去, 然後就有一連串的問題要作答, 都是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譬如現在是Apply Open Word Permit, 就是Temporary More than 6 Months, 然後按Hong Kong SAR, 這個沒有記錯, 應該是要按這個, 然後, 譬如我已經身處在加拿大, 那就選回加拿大, 如果你選擇香港的話, 可能它就會當你是第一次申請, 然後進入資料去下一步, 它有一些問題, 其實都不是為了考你, 只是它想篩選出, 究竟你是需要填什麼Document, 以及交什麼Document, 但就不要貪快填錯了, 譬如這個位置, 在IRCC是指定要填Worker, 一切IRCC這個網站有寫的位置, 你都要跟它填, 這個網址我會放在YouTube的下面, 這幾個項目, 其實就是在How to apply, Outside inside Canada, 其實它就有一連串的步驟, 教你怎麼做的, 最重要就是, 去access你的application status的時候, 然後呢, 你會答對這些問題, 譬如6月, 如果你就算是student, 你都要選Worker, 然後, 這抽問題就答yes, 然後有no, I am exempt from paying fees, 後面呢, 就會繼續說, 這個填表的部分, 答完一堆問題之後, 然後呢, 就來到這版, submitting your application, 你即將要做的事, 就是這個四個step, 這個就是document check list, 那你就要download它的form, 然後upload你的passport, 然後, 因為我在境內, 所以就已經是不需要錢的, application那方面, 那要交的東西, 相對都比較少, 因為我本身已經是, 申請過study permit, 可以逐份看一看, UCI就是, IRCC提供給你那個, 獨有的編號, 那這個, I want to service in, 通常都是English, 除非你很熟識French, 這些全部都是interactive, 你可以立即click的, 那, 我們apply呢, 我apply就是, owp, 先看看, Immigration, 那我就因為study permit, 所以我們應該是first time, apply這個word permit, 然後, 入回傳統資料, 名字, 那, 性別, 出生日期, Hong Kong, 不知道有沒有選擇, OK,是有的, Citizenship, 全部都是Hong Kong, 那這個都是選擇, Citizenship, 就沒有了, 那我就選擇了, 那就是China, Hong Kong, SAR, 嗯, 分得這麼仔細, 這裡就, OK, Current Country of Residence, 如果我, 自己就在, 加拿大境內, 所以就, 可以打回這個, 那, 剛才, 在, 那個, 網站, 的survey, 裡面, 他就建議, 即是不是建議, 是, 講明, student是要選擇Worker的, 我不知道這張form, 是否需要, 那我稍後會再檢查, 那這個選擇, 那這個選擇, 因為全部都是跟回它, 最新的guide line, 不要自己亂填, 因為你的認知, 和IRCC的認知, 是未必相同的, 雖然理性上的認知, 可能你覺得你對, 但最終都是跟IRCC的決定, 那這個Purious Country, 那就選擇香港, Status, 就, 什麼時候去到什麼時候, 多少分, 就要寫回, In Relationship 的日子, 正式的日子, 也要選擇你, 各個Partner 的名字, 這裡就不用填, 這裡就是, 它應該會自動騷擇的, 因為在上面打了, 好嗎? Have you previously married? 即是你之前有沒有叫過分? Native Language, 可以選擇 Cantonese, 有啊, 有啊, Are you able in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那是英文, 那是英文, Have you taken a test? 這就是IELTS, 或者TOEFL, 之類的英文, PASSPORT NUMBER, 就寫回, 又這麼老套啊, 對了, Do you have a national identity document? 打, 全部都是只要打, USPR卡, USPR卡, 這裡就是, 我在加拿大的地址, 你看到Canada是Default的, 因為這張Form的Default Applicant, 就是, 身處在加拿大, 不需要給額外的, Application Fee的申請人, 所以, 所有應該要有的東西, 它會Default給你, 電話啦, E-mail, 什麼時候進來, 在Details of Intended Work in Canada, 除了選擇Open Work Permit, 之外, Job Title, 它就會叫你寫HKPPTR, 然後寫回它那句, HK Public Policy, Open Work Permit, 它有HIGHER的, 但HIGHER的, 它又不讓我填在那張Form, 所以, 我便取消了, 然後, 你也要填回你想, OWP, 是何時開始的, 我就暫定是下個月, 然後, 約略, 也不是約略, 是Exactly, 加回三年, 就是這個Period, 那, 如果他批不及, 他說會幫你延長這個日子, 所以, 不用擔心, 你寫最早的, 你想要的日子, 就差不多, 通常下個月, 你當, 其餘應該是不需要填的, 除了這些, 不需要填回一些NO, 之類的, Education, 那就是, 你有沒有去過大學, 或者College, 呢, Employment History, 十年, 哇, 政府工更加要specify, 這裏只給三行, 那我怎樣填呢, 十年, 很多時候, 都多過三行, 香港人, 三份工了, Factground Information, 那, 就問你有沒有些, 氣管, 或者是, 身體毛病, 有沒有被人拒絕過, 入境啊, 之類的, 那, 有沒有, Criminal Offense, 那, 如果這裏呢, 通常, 都是要求你, 如實作答的, 如果你真是被, 警方, 或者是, 任何國家, 地區的, 人, 被捕過呢, 那, 那這裏呢, 你填回你, 所, 犯的事, 和, 相關的資料的, 那, 那, 填了, 不會說是, 一定是, 只不過, 這裡是要你, 如實作答, Signature,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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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呢, 都會是一些基本的事, 填完這份, 你就可以上載你, 你的 Pass board, 其他東西的, 這裡, 我相信是接受, Electronic Signature, 在這裏, 因為既然這樣一個格子給你打的字, 日期都可以選擇 大概就是這張5710e的形式 然後Document方面 也需要有一個Exemption Proof 它叫你寫一張Letter I am exempt from paying fees Under the Hong Kong Special Measures 那我就隨便打了一封普通東西 Save as PDF 就可以了 然後在Count Information 這個就是Optional Document Upload 那個Section 你要Upload你大學或者一些畢業證書 Pose Secondary Passport 就照上Upload Passport Digital Photo 然後跟隨它Require的Size 或者是Format 我記得是JPG Vamily Information Form 就是有些直屬親人 就不包括父母 通常是你的丈夫或者妻子 以及你自己的親生子女 那如果你有帶他們入境 那你就要填這張5707 那Metical Exam 它剛才在Survey那裡 就說12個月內 你有沒有做過的 那我就剛剛好 在3月中才做的 所以就 理應就不需要再做的 但是這個 就可以留待它批准的時候 看看它能否認受我的 Metical Exam 如果不行 你就要做一個Metical Exam 如果你是已經過期 那你就要做一個 Upfront的Metical Exam 那就會再快一點的批准 如果你不做 你也可以等它 初步審核了你的不同的Document之後 它應該會出一封信給你 好像本身Study Permit 或者Web Permit 都會這樣做 就是會出一張 可以做身體檢查的一封IRCC信 然後你就可以拿一封信 去做booking 做身體檢查 然後那間診所 你應該會傳回回IRCC 那Document方面就是這麼多 完成了 即是上載所有的Document 包括你這張5710 Form Passport 還有那封Fee Exemption Letter 上載一張照片 然後Count information 我是上載大學的Transcript 而這個Upfront Medical Exam 因為我感覺不需要12個月內再做 所以我也是上載一份 再做多一個 希望就不用了 Fee Summary 都是$0 因為我是境內的 然後有些Decoration 簽名 Digital Sign 就可以了 那應該就可以Transmit Transmit呢 它就會幫你 Congratulations 因為你已經完成你的申請 那就 說回之後 你應該會有些什麼 步驟 那就是 有些Confirmation Number 有將Official Receive 然後 然後 它會再 Pump你的 如果你需要 額外的Document 的話 那你的Email 就會收到 跟普通申請差不多 那如果它沒有Request 那你就不要再額外 傳些什麼給它們 因為只會增加它們的Workload 和 把整件事複雜化 那這個就 等了 Step 3 就是 等它搞定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Geral Processing Time 那這邊就應該是 Temporary Residence Word Permit 從內 我就是在境內 那就可以看看 等等 為何是161日 這個 有些瘋了 這個 Forceing Time 不是吧 Paper 反而是61日 這個 有點瘋了 這個 有點瘋了 不知道 港人 這個Special Measure 有沒有得 加快速度 看看普遍 從外面 先 從香港 如果你在香港申請 應該是7個星期 剛才 160日是 什麼回事 半年 應該是普通的 Word Permit 希望 不要是我們 這個 新的政策 十年 那張 十年畢業的 Word Permit 好恐怖 我都知道有很多片 是即壓住 但即使OWP已經出了新政策三個星期 我都覺得應該要先出 因為這個對香港人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二三十歲的畢業生 OWP一更新 坊間已經有很多人update 和出post 那我就嘗試在另一個角度 就拆解不同年份的畢業生 希望幫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仍然有疑問 或者有其他見解 歡迎你在YouTube下面留言給我 就這樣 拜拜